这个小哥儿表面是个外卖员 案例里却是一个顶级黑客 他黑入正确市场 把股票走势改成终止 然后黑入制药公司 把标语改成我们爱杀动物 接着他黑掉各大资本家的电商平台 攻击所有不法网站 一时间他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角色 是一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小杰是一个废柴男人 与很多废柴一样 他从小就幻想着成为一名英雄 但在残酷的现实中 他要钱没钱要言没言 唯一擅长的就是C++语言 某次他听到自己的暗恋女神 正在苦逼备考 他心头一动 当晚就黑进学校系统偷答案 结果插口刚接上 哦吼 保安来了 没办法 小杰被罚去做义务劳动 在这里他认识了混混哥老马 两人一番交流 老马感觉这小子骨骼惊奇 是个人才 立刻就把他拉进自己组织的黑客团体 在队里 小杰给大伙展示了自己的计算机天赋 他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直接摊坏了整个街区的电路系统 大伙大呼厉害 于是 在老马的领导下 小杰进入黑客世界 他上手极快 很快就搞清楚了精髓操作 实际上 因为所有的系统都是人搭建的 只要事先黑进相关人员的数据库 了解了他们的秘密弱点后 稍微运用些心理学知识 潜入现场按好需要的设备 之后在网络端发起攻击 就是小菜一碟 很快 这个黑客团体 逐渐变成以小杰为中心的反社会团体 他们黑了金融界 黑了政治界 凡是势力大点的集团 不管黑到白到 他们都一律攻击 一时间 小杰团队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无论明网还是暗网 他们都有不少的粉丝 小杰心里很是高兴 因为这件事 他整个人信心大增 跟女神说起话来 有底气了不少 一天晚上 他感觉时机到位 想来个一吻定情 结果被人家无情拒绝 事后 还被对方的追求者一顿暴揍 回去后 小杰心情低落谷底 这时 暗网上的一个黑客大佬 也向他们发来嘲讽信 说他们的行为 全是小打小闹 根本上不了台面 一怒之下 小杰决定搞出个大新闻 他和老马商议 打算把目标 对准德国情报局 这会儿黑客打算攻击 德国情报局 首先 他们伪装成清洁人员 来到垃圾厂 经过一番搜寻 他们找到了局内一名人员的 有利信息 他们伪装IP 给那名工作人员 发了一封 他感兴趣内容的邮件 对方点开链切后 该人员的地址 在结下通行证后 他们顺利进入情报局内部 无费吹灰之力 就黑进了打印机 他们通过机器 留下大量到此一游的证据 还把监控录像 改成了沙雕动画 之后 大家到舞厅 开心蹦迪 一边蹦一边感慨 任务简单 这时 小杰碰上了 也来蹦迪的女神 他溜到洗手间 给自己磕了口药 壮壮胆 结果一出门 好家伙 老马竟然跟女神 搞在了一起 小杰头顶绿的透亮 他和老马打了一架 老马认为 要不是有他的提携 小杰连个渣渣都不是 小杰气得发跌 为了证明自己 他转头就把一份神秘资料 发给了黑客大佬 原来之前在情报局时 小杰偷偷破解了一份机密文档 大佬获得后 整个人大感震惊 对小杰的态度 180度转变 他给小杰新派了一个任务 让他黑进欧洲刑警总部 但这时 出事了 由于小杰泄露了情报局的文件 对舆论把矛头对准了小杰团体 认为都是他们的锅 小杰等人面临情报局的追查 大家伙都急了 经过一番商量 小杰和老马暂时放下嫌隙 为了自证清白 他们接下了大佬的任务 打算借机黑出大佬的真实身份 然后把他供给情报局 小杰来到刑警总部 他佯装成一名游客 以丢钱包为由 骗了警卫的同情 成功混进刑警总部 安装了一个平行网络 第二天 一名员工打开计算机登陆 小杰借着他的机器混进系统 盗取了欧洲刑警总部的资料 他来到暗网 按照大佬的指示交集资料 但此时 他偷偷在资料里面夹杂了病毒 不过没有想到 大佬早已经看出他的伎俩 他不仅没接病毒 反而反向查到了小杰的真实身份 很快 大佬派出的杀手出现了 小杰立马仓皇逃跑 配合小杰回到酒店后 他惊恐地发现 同伙老马等人已经全被杀了 他六神无主 知道这次是摊上大事了 他来到刑警总部自首 要求获得证人保护 于是在刑警总部的帮助下 他成功查出大佬身份 把对方给卖了 可是后 女警探总觉得 他的故事漏洞很多 他来到酒店探查 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老马尸体 他来到小杰团队的基地查看 发现那里只有独居的生活迹象 他找到女神进行询问 可女神表示 自己没和什么叫老马的人 搞在一起过 反而跟小杰有过短暂的接触 女警恍然大悟 他找到一名心理医生 对方表示 小杰的母亲曾患有人格分裂 而这种疾病的遗传概率很大 女警探回到审讯室 在双方的对峙下 小杰渐进露出震惊的表情 原来啊 他是一个人格分裂患者 因为长期深受压抑 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自导自演了一场黑客团体闹剧 而正也如此 小杰的证人保护被取消了 他哭泣着向女警探求饶 警探有点不忍 因为不能生育 他天生对小杰这种 没妈带的孩子没抵抗力 为了帮助小杰 他偷偷地给他开了个后门 让他进入机房 删除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 然后又在移交法院的路上 把他放走 而作为交换 小杰也答应他 不再成为黑客 时间过去了很多天 小杰已经染了头发 坐上了出国的轮渡 可这时 令人震惊的是 老马和女神等人出现了 在小杰与他们的对话中 我们认识到真相 原来 小杰一开始去自首 就是打着假装人格分裂 然后被警探发现的算盘 因为事先查过女警探的资料 他知道警探抵不住自己的演技 会放他一马 而也正是借着对方的这个心理漏洞 他铲除了黑客大佬 也顺便抹除了自己的身份 一石三鸟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 关于片中小杰是否真的有人格分裂 影片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局 而女神在最后的出现 也引发了不少的猜想 有人说 她是孤独小杰分裂出来的新人格 也有人说 她本来就是和小杰一伙的 而无论是哪种说法呀 影片都能找到相应的细节证据 可谓是非常烧脑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